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2月26日 今天是星期一 12月26日 是Boxing Day Boxing Day不是打Boxing Boxing 原本來自的字就是Box 在說 是派禮物 在傳統上 就是來到這個節日 去到26日 比較有錢的人就是會用一些箱子 裝著 禮物派給窮人 所以就變成了Boxing 不是上去帶拳套 上去擂台打人那種Boxing 實際上聖誕節 結合了民間的傳說 以及習俗 所以聖誕節 有很多的 做法 例如一些習俗 慶祝 都 不是直接跟這個基督教有關 聖誕老人就更加了 聖誕老人 是非常非常之近代的 才出現的人物 而聖誕老人的造型 更加是來自這個可口可樂公司 這節 本來就不打算詳細說這個聖誕節 不過這節 就是有兩個就是內地學生 這樣就下來了香港 而他們 就打算下來香港慶祝聖誕節 但是下來了之後就是出事了 我們這節打算跟大家一起研究 內地學生 不知道他 到底 是什麼心態 到底他是 支持這個 香港警察 支持北京政府 還是支持白紙革命呢 這一節想跟大家研究一下到底 現在 香港的這一班紀律部隊 香港政府 即是港共政權 到底 其實他們在想什麼呢 在這件事情上面 當然我一會說什麼事 我覺得 我感覺到 他們現在其實也很矛盾 到底 國內下來的那些學生 我當他們是示威者 還是我當他們是貴賓的招待 他們這個迷思 正在 是不斷出現 但是 都做了很久了 過去一段很長的時間 要將 所有來自中國大陸的人 全部當成是上昆 其實他們有一個是很錯誤的投影 就是覺得 對內地人民 凌駕性地 優待 多過對待香港人 他們 有一個錯誤的看法 認為這樣 等於使得中國大陸 等於使得當權者 相當之高興 這節我們繼續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 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希望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加無限大法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我們繼續提醒大家 我們這個1月28日 1月28日 這個是農曆新年的年初七 我們將會在北面舉辦一次 網聚 我們這次也是 我們這次也是 跟NGO一起成立 而我們的NGO主要是做地區工作 主要的服務對象是剛剛移民過去英國的香港人 其實我們 以前也有做這個 社區的工作 但是 並不是非常之系統化 而且也因為資源所限 可以服務的範圍相當之有限 我們這次正正是要把這個 服務提升 我們跟了本地的組織合作 換句話說 會在多方面提供更多的協助 例如這個社區融入 例如這個可能是穩居所 又或者例如這個就業輔導等等 我們同一時間也會做很多義工活動 令到大家更加 跟英國的社會結合 例如我們有空的人 有多餘的能力 我們去做社工 服務一下英國社會 令到香港人更加容易 跟英國融合 緊密結合 我們就定了這個日子 將會是一個 起動大會 當一個是網罪 請大家 積極報名 我們打算吃茶點 每人10磅 記得可以向我們的合作社電話號碼 WhatsApp 報名 記得用文字 因為其實我們的合作社號碼 並不是聽電話 並不是熱線電話來的 記得用WhatsApp跟我們聯絡 在黑池居住過的朋友 希望你也盡量出席 除了向這兩個合作社電話號碼 報名之外 也可以去 跟這個 黑池負責人 應該你們知道聯絡哪位了 就可以跟他聯絡 聯絡阿資 我們回來研究這個案件 甚麼事發生 警方在 社交平台Facebook 發文 說有兩個內地學生 來香港過聖誕 誰知道 出現了大問題 這兩個學生 據說過來 在22日抵達 香港機場 他們當時準備離開 坐車 去朋友家 誰知道忽然之間 衛生署傳來惡號 發現他們 這個核酸檢測 是陽性 兩隻陽 兩個人 為避免感染朋友 選擇自行去隔離酒店 但是 他們 找了很多間酒店 都被拒絕入住 最後只能夠流連在街上 等待這個 衛生署進一步通告 警方 就在大打這個溫情牌 說這個叫做西九龍衝鋒隊 第三隊 在凌晨時分 發現二人在街頭上面 得知到他們的狀況之後 協助他們聯絡不同部門 亦都安排他們兩個 去到西九龍衝鋒隊的基地 短暫休息 期間 亦都向這兩位內地學生提供食物和飲品 直至去到 星期五的中午 才有這個檢疫巴士 將 相關的兩個學生 送去竹高灣 好了 重要警隊在社交平台上載 就是 兩人的照片 再加上一張照片拍著兩張聖誕卡 上面寫著 就寫著聖誕快樂 身體健康 下面還寫著西九龍衝鋒隊 真的要問一個問題 到底你 香港警隊是負責做些甚麼 我當然不會說你 照顧市民有錯 但是 全世界都知道你這個是做公關show 我們先不說他這樣做是對還是錯 做show就是做show 很難說你做show就是錯的 既然你是一個有安排的一個公關工程 但是 公關工程 做的內容 沒錯 不代表平時 沒錯 你平時 對香港市民 是不是這麼溫情的呢 你對內地的市民 內地的學生是不是又是這麼溫情的呢 我們看看過去的情況 過去的情況 是令人發現香港的警隊 對這個本地的市民 和對內地的市民 是出現一個巨大的落差 我們這一節 一開始也跟大家說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香港這個紀律部隊裏面的人 有一種錯誤的投射 他們認為 要令到北京 當權者 國內的當權者 高興 的其中一個辦法 就是 要令到 內地人 下來香港的時候 他們要 特別優待對待內地人 不是說你對他好 我對香港市民也好 是說我對香港市民 沒有那麼好 對內地人 特別好 從而 希望這個事實 令到 北京的當權者 知道 從而 在他們心目中加分 這個不單止是香港的紀律部隊 實際上香港 有一班 所謂聰明仔 聰明女 建制派人士 想上位 他們不斷去做這件事 他們 認為做完這件事之後 當權者就是會幫他們加分數 令到他們很高興 好了 這個錯誤 是很嚴重的 為甚麼這樣說呢 簡單來說 在中國內地 其實 對付人民 才是 政權最喜歡做的事 不過沒有辦法了 香港分不了哪些人 是權貴 哪些人 是普通市民 所以 只能夠清一色 從這個 深圳河北面下來的人 或者說普通話的人 他們全部 認為 是權貴 這件事 直接 達至到 那個中港 之間的矛盾 其實 是由一手 香港當政的這一群人 促成的 香港的商家 我這裏 不再說了 大家都知道 他們表面上關心內地 他們想的思維一樣 但是實際上 他們的目標絕對不是服務內地人民 他們想服務的目標 是內地人民 荷包裏面的人 人民幣 他們不是想服務人民幣 他們的目標 追擊目標 就是他們口袋裏面的人民幣 換言之 他們聰明很多了 他們不是打算 就要在一個形式上 令到內地人高興 最重要是做到他們的生意 久而久之 所謂的中港矛盾就開始形成了 既然 香港 是香港市民 為甚麼香港市民 明顯地感覺到 你這些政府部門 每一個人 嘗試 去將 對待市民的差別 當成是你們自己的功勞 去換取你們自己 覺得可以升遷 快一點 所謂上位快一點 然後繼續 利用中港之間的矛盾 達到自己上位的目的 他們是不是真心 那麼喜歡服務內地人民呢 其實這個是虛情假意 假如內地人民 舉起一張白紙 無論上面寫著甚麼 無論寫著快點回家 還是聖誕快樂也好 當他們舉起一張白紙的時候 就不是這樣 但是 他們也 不能夠 一時之間反應過來 所以在早前 就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明明 內地的學生 是在香港舉起一個白紙的示威 但是這一班人 這班紀律部隊 習慣了 逢是看到 說普通話來自內地的人 他們就是用一種 阿如奉承的態度 所以就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結果內地的學生 拿著白紙示威 結果 香港的警察 就是手足無措 只有 一個人覺得要被抓了就是大陸人 最矛盾的那個人 就說有這個 顏色革命的身影 那個人叫鄧炳強 那麼說法 是不是其實應該是鄧炳強才正確呢 又不是 鄧炳強純粹是看你那些國內人做甚麼 他的 分辨的方法 也有錯誤的 他是另一種錯誤 他就覺得 只要我舉起白紙的內地人 我就不需要 當你是內地的權貴了 我可以 對你為所欲為 屈得就屈 說你收了外國勢力錢 說你搞顏色革命 他以為這樣做法 就正確 其實 也犯上了一個很嚴重的毛病 他認為舉起白紙的人 就好像香港示威者 他們叫香港示威者做蟑螂 說你是暴徒 但是 內地 舉起白紙的人 不一定是貧苦大眾來的 這次 這個白紙運動 其中一個 最精彩的地方是哪裏 鄧炳強 你知道嗎 就是有很多 是富二代 很多是紅二代 很多家裏是共產黨幹部的人 他們都出來反對的 因為他們現在是反對習近平的嘛 所以你 這種做法 極嚴重地 得罪內地人 得罪那些 你最想 令他覺得高高興興的人 所以 你會發現 香港這一班人對內地人 其實 包含著 一種很大的矛盾 在裡面 他們根本不知道到底 現在我應該 在內地人面前 是阿如奉承 還是 到底要積極抵制呢 他們現在 是沒有辦法拿捏到到底自己應該怎麼定位 我們這節跟大家暫時分析到這裏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那麼我們的黑池酒店 其實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了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也覺得挺方便 那麼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驚發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有Discount